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們回來KOLO的頻道 很開心啦 又再一次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也喜歡我 也喜歡我的分享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 以及按小鈴鐺 去關注我之後的影片 今天就很簡單 你見我穿了有少少少女人的風格 就是戴了一個Hermes的帽子 這帽子都大概四五年前的款式 而且穿了一件比較普通的 很簡單的 這一種的黑色打地衣服 我們今天介紹的是Hermes的頸巾 所以我的配搭也比較簡單 但是不要太少這些這麼簡單的配搭 絕對絕對可以令我們進身成為 優雅的法國假明門的風格 如果你還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 首先要跟大家講解的 其實Hermes的頸巾都有幾種 都有其實很多種不同的尺寸 我最喜歡的就是我手上拿起的幾種 我會逐條來跟大家配搭的 首先第一個講解的就是這一種 之前也有出現過的 就是90xRUS 90cm 那種比較白絲的人 就是 далее 幾這種比較金黃色的質地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麼它的質地是比較輕薄的 那絕對是夏天或者是春 秋天去配搭 比較好的 但是冬天的話 那麼它就可以做一個妝飾 即是一個很普通的妝飾 所以我今天特地穿了黑色的打底衣服 找了白色的來試 那我們現在就試一下它們的配搭 其實絲巾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好的 普通入門的一個裝飾來的 那我們現在這樣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頭髮拿出來 這樣來配搭的 我看到有些OL 可能就是這樣比較 就是這樣來配搭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打結 很普通 或者你可以加它的絲巾可以 但我沒有拿過來 在第二間房間 就可以很簡單地 在我們剛才這麼簡單的打底衣服上面 我們加了一個絲巾 是不是馬上有那種比較女人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種這麼便宜的衣服 我覺得真的很應該大家都入手 為什麼? 白色真的很豐富 我們穿白色、灰色 就算是穿紅色、橙色、黑色 也是非常經典的 那我之後也會介紹一些 有些彩色的 不同尺寸的絲巾 那你就可以繼續看看 好 那第二條呢 也是燒的 它是100%燒的 就是給Hermes的話 那這個呢 旁邊呢 也會有Logo顯示 那我這條已經買了很久的一個款 那這個應該也有六、七年 那也是一個屬於經典的款式 那這個呢 是140乘以140的尺寸來的 那就是超級無奪戴 那我之後看能不能找到一張相片 可以讓你們去參考一下我的圖 那通常這一種更大的絲巾呢 其實在春秋天我就很喜歡用它 那我也有很多種不同的顏色 不過今天就是想給大家來參考一下那個尺寸 那我知道我可以再放一些 那首先呢 如果你把它對摺 因為140乘以140乘以140其實是很大條的 那我們會把它對摺的話 一般呢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可以這樣來 跟它披在這裡 這樣來做一個裝飾 因為有時候其實一早日晚 特別是加拿大 有一點點涼 那我都會比較是 就這樣來搭一搭的 就是當成一個裝飾 那也可以遮住我們手臂上肥的肉 那是一個很好的裝飾品 那我看看我今天穿黑色 戴上紅色的帽 其實它有配搭 或者好像可以偷鮮這樣 你也可以說打個結 這樣做成一個好像類似斗篷式的一個裝飾 這樣 那我們手也都是很free 就是不用你剛才這樣拿著它 你也是可以把它變成大大這樣 然後加我們的calibell 就是在那裡去做一個配搭的 那其實140和140 也可以說 譬如我們這樣 因為它真的很大條 無論哪個位置配搭 它都真的很好看 這一種的 因為Harmes 它做絲巾印刷的技術 我曾經去過他們的展覽上面看 真的每一個絲巾都會用很多很多小時去印刷出來 所以他們的工藝技術我覺得真的很好 所以我就是他們品牌的忠實粉絲了 這樣看 是不是又有另一種不同的感覺呢 那你也可以把它轉到前面 那這兩條呢 就在旁邊這樣放在裡面 那你自己調整一下位置 那通常如果我要這樣用這麼大的配搭的時候 我的頭髮就不會放出來的 因為如果再放一些頭髮出來的話 就有一點點死板就是 那你這樣就可以 可以做到不同的風格 特別是在拍照的時候 如果頸紋很多的朋友 用絲巾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好配搭的東西 那可以幫你很 就是滿意地去鎖上你的頸紋 那也是顯得我們的臉比較小的 我自己就覺得這一種的顏色是真的很好看的 也是很豐富的 也是很豐富的 那或者如果你也是不喜歡的 我看到夏天呢 其實也有可以拿這些這麼大的時間來做衣服的 怎樣做呢 就是把它們兩個角 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 包在頭後面 那再把它下面的兩個角 放在後面 那你有時候去沙灘 不想這麼暴露 其實也是可以做一個很好的 嗯 少少掩蓋 或者蓋生材的方式 就不要讓自己太暴露 那或者冬天呢 你也可以像我這樣 就是這樣打了結之後 把下面的兩個位置放在後面 那它就可以當作了是另外的一件衣服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打開一點點 然後就把頭髮拿出來 就是如果你裡面是穿了一個薄薄的 平打底衣服 是沒有霜 或者是露薄的話 也不是其成這樣 你也可以有另外一種的風格 就是小性感的 對不對 那我覺得其實也是可以這樣 你再穿的 然後接下來呢 又是我們另外一條 這個就是他們經典的 愛馬市的橙色 我說很顯白 其實我覺得橙色真的好 顯得皮膚很白正的 大家都去買 都去買 那它這個呢 就是羊絨的 它就是70%的Cashmere 那它這個呢 就是羊絨質 很舒服 很柔軟 真的 那它這個呢 我這個買的尺寸 都是140x140 因為通常冬天 我就比較喜歡用 這些厚的頸巾 因為它很暖 那到我們R造型的時候 其實也是很好的 那當然它羊絨其實也有小的尺寸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那一般來說 也是好像剛才140x140 那樣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來 披著 是不是換了一種顏色 整個人感覺很溫暖 還有因為呢 我想說它的質地不同了 變了羊絨 那整個的口感就出來了 那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當我們穿得很薄 或者是裏面穿的衣服 其實你加一個這個 立即被人的感覺就很溫暖了 有沒有 好 這個時候可以比冬天暖暖 就是這樣 感覺上是完全跟剛才這一種 解消的質地 在身上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羊絨也是140x140 這個尺寸 也是在相比價錢中比較貴的 我之後會把每一條的價錢 寫在我的描述箱裡面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我們這樣綁了 放在身上 其實很好看的 另外也可以把下面兩個 綁在後面 綁在後面的時候 其實它就變了另外一個 有一點點屬於羊絨的衣服 又是另外一個 即是不同的款式 你可以把一條頸巾 當作不同的東西去配搭 一個價錢用了很多東西 我就會覺得很划 我們也是可以 放在後面這樣 就像剛才一樣 即是有很多種不同的配搭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冬天 雖然我都喜歡 那些頸巾 可能都是比較 陳小姐的顏色 但我偶爾會買一些鮮艷的顏色 因為我本身穿衣服的風格 很喜歡黑白灰的 如果加了一些彩色的 飾物 或者是帽 那就整個 蒸了我們 就好像一到冬天 就死氣沉沉的 特別過年的時候 你多一點顏色 就好像沒有那麼暗 那我們也是可以再去配搭 還有羊絨真的很嫩 很嫩 而且冬日真的很舒服 那我看看 我稍後做一些頭髮 放進去 整個 整個 樣子又不同了 對吧 所以我覺得這些物件 價錢不算太高 大家小子女都可以去入手 另外還有兩條 就是這個 這個其實是屬於男士的景金 每年冬天都超級難買的 有兩種顏色 我示範給大家看看 這個也是100% cashmere 所以是非常之柔軟 非常之舒服的 但是我覺得女生育 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這個就是 40乘以150的尺寸 就是它很長的 首先這個是雙面色的 這個就是銅色 卡拉麥的顏色 這個就是 The Dark Bloom 其實這種的景金 真的很隨便 但是我通常自己就喜歡 這樣 當它對摺兩種顏色 然後 就放下來 我們也是可以 好像之前這樣 就是這樣 等你有一個合約 就是有一個 不同顏色的配搭 又或者 其實這一種 這麼長的頸巾 我們也是可以這樣 把它穿過去 那如果你冬天 搭車 駕車 那就不會說 很冷 它就是非常保暖的 這樣可以 整理好一點點 這樣 就是一個 非常暖的一個 鏡筋 我也真的很推薦大家去買 還有 卡拉麥的顏色 其實真的很適合 男女老少 也是很好看的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種顏色 那這隻 就是我最喜歡的 灰色和黑色 雖然看上去 對比不是很多 但是你搭在一起用的時候 它就會有不同的感覺 那我們很隨意這樣 我通常是喜歡這樣對峙 或者很隨意 不需要說 一樣的位置 然後呢 就可以很簡單地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可以在前面打個結 可以打個結 在前面 那接著 加上一個 Max Merck的大盒 其實真的 非常之 優雅 和簡單的配搭 會令人覺得很溫和很舒服 那我覺得 還有灰色對於我們來說 很顯白 這一種顏色 也很適合 男士去配搭 所以我也買了給我老公 所以這一種 你看看 它的黑色 和它的灰色 配搭在一起 是不是很漂亮 對了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就介紹了幾個 不同的Hermas的項巾 看看你們有沒有覺得 哪一個項巾 是最適合你們 你們也最喜歡的話 也可以在我下面 在YouTube下面 寫上一個留言 告訴我 你們最喜歡哪一款 或者有什麼問題 想知道的話 我們也可以交流 那也是這樣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分享 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麻煩你們也給我一個讚 訂閱 還有 記得按小鈴鐺 因為有時候我會不定期更新我的頻道 那你們錯過了的話 很久會就沒有的 也可以在IG上追蹤我的 多謝你們今天也用你們寶貴的時間 去看我的分享 多謝你們 我們下次見 拜拜